大家好 我是文瑞 刚才看到了三个视频 都是李克强的视频 就是显示他到了云南 到了云南很多地方 比如说云南大学 然后看了这些视频 就是你可以看到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李克强 看起来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 感觉好像很高兴 经常是在笑 然后第二个点 就是可以看到 好像这些老百姓 对李克强特别的欢迎 李克强就站在人群当中 很多老百姓 距离特别近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特别受欢迎 感觉是这样 第三个点能看到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从这视频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这三个视频加起来 这人也得有 我看怎么着 少说也得有一两百人 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么多人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反正我是仔细看了几遍 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戴口罩 全都没有戴 全都没有戴 就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就这个视频看到以后 就是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可能有很多人会有些疑问了 首先就说这个视频 是今年的视频吗 是2022年的视频吗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不对 那你要回到2019年 2018年 对不对 那时候的人群 比如那个时候 李克强去了云南 可能大家也都不戴口罩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能确定吗 这里面有一个根据就是什么 他到了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那个视频当中吧 显示后面有一个 有一个横幅之类的东西吧 然后上面显示的是这个 云南大学2022年的招聘会 那这个就应该是2022年 就是今年 没错了 当然有人说 那视频也是可以这个剪辑的吗 对不对 人家没准把后面那个数字 给改一下 或者贴上去一个 那就变成今年的 那也有可能啊 这个呢 那我就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这个只能看往后的 这个状况的变化了 总之 这个 他到云南去 肯定是在疫情期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跟 其中有一个视频 他在跟一个 跟云南人讲话的时候 他说到了 说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啊 然后 你们的旅游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李克强他说的 那你说要音频 音频也剪辑的话 那我也就 咱们就也就不能落了 对吧 所以说 应该就是今年 然后呢 第二点 有人说 那你看到这个三个视频 是同样的吗 视频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两天都出行的视频吗 因为我看到他 李克强穿的衣服 他的衣服 就是黑色的夹克 里面白衬衫是一样的 发型也是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我基本断定了 就这三个视频 都是在这两天形成之内 拍的视频 那有人说了 那你一定能确认 就是这两天吗 对不对 没有可能 对 就是2022年 那有可能是今年春天 或者4月份 3月份 有人还提出质疑说 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厚 云南现在天气很热 怎么能会穿这么厚的衣服呢 其实这 我也画了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穿这么厚呢 然后我查了一下云南的天气 云南的气温 现在是 最低温度是15 6度到20几度 最高温度 正好跟韩国的温度 差不多 现在 那么韩国的气温 就是一些 包括我 早上起来 要是天凉的话 可能也得穿个外套 有可能 那么 对于一些老年人 他可能还是要穿一些外套 李克强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他穿个外套 这个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 你就敢确定 他就是这两天吗 17 18 这两天 这个确实是我现在也拿捏不准的 有人说是4月份 但是你4月份的视频 那时候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 如果那个时候拍视频的话 应该是能会出来的一些 有一些蛛丝马迹能流落出来 但那时候是完全没有 就最近这两天 出来了 然后我看到凤凰网 凤凰视频 网视频 他有一个报道 也是拿了这个视频 他的报道的日期 写的是5月18号 就是今天 所以说经历 经过整体的分析 就这几个视频 我觉得 首先第一点 他肯定是今年的 而且是 不是这一两天 也是近期的 视频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们看到 这是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 大家不信去看一看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全都没戴口罩 那么这个事情是 那一定是特意安排的 我觉得 这次一定是特意安排的 不可能这么巧 对不对 那么整体上 这个事情发生了 他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么几点 第一点 李克强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 越来越大了 他现在的 就是能够展示 自己的机会 越来越多了 也就意味着 他的重要性 越来越高了 对吧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不对 大家都在传说 这个李克强 可能要取代习近平 都在说这个事 你习近平 但凡是有点权力吧 你能控制局面 你不能让李克强 这么一而再 再而三 对吧 三而四 四而五 老是这么出来亮相 而总是这么高调 是不是 就说明 确实是李克强 低位提升了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刚才提到了 李克强 带着这么多人 他就特意安排的 肯定是安排的 大家全都 不戴口罩 那就是 用这种 就是说形式 告诉全世界 我就是反对习近平的 总方阵 总路线 怎么了 我就是不听他的 对不对 我就觉得他的不对 是不是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让大家对比一下 看到底谁 更符合民心 是吧 他的这种做法 就跟王岐山 到韩国 和文在言一起 摘下口罩 这是一个意思 这是第二点 我们能看到的 第三点就是 抢习近平的风头 他在这 就是和那么多群 群众在一起 大家亲切的 反正我看到 就是不知道是群众演员的 还是反正都是很亲切 哎呀 这个李总理 说的就是大家都围着他 对不对 这里面我要打一个补丁 有很多人说 那个人家习近平 到这个什么海南 到海南吧 好像是 或者到这个人民大学的时候 对吧 那些学生 也没戴口罩吗 对不对 情况不一样 你看到人民大学看 习近平和那些大学生 离的没有十米 要五米了 那距离是很大的 李克强不是 他就是 他跟很多人 他就是这么 人挤人了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跟那个 跟习近平 特意安排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情形 也就是说 他从这种方式体现出 老百姓对他 多么多么的爱戴 那你这让习近平看了 习近平的心理 肯定不是滋味 总结起来讲 就这几个视频 他反映出这么几个状况来 就是 李克强 在各种各样的 传闻当中 他依然 对吧 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低约在提高 然后他依然可以公开的 就无视你习近平的 什么总方人 总政策 总目标 我就无视你 然后我就公开的 和你争夺群众 对吧 让全世界看看 这些老百姓 是多么支持我 就所有的这几条 其实对习近平来讲 都是重大的打击 那就是刺痛他的逆临的 但是习近平好像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情况 所以说 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觉得这个局势 已经越来越明朗 其实5月14号那天 李克强他的全文 刊登在人民日报 那个头版上 基本上我觉得 就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 是更进一步的佐证了 当然了 就是说谈到这 如果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提 或者说你说 你可以告诉我 你说你这视频 又说错了 这视频不是这两天的 是2019年的 18年的 他们是怎么剪辑的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咱们再一起来 探讨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说 有很多人反对我 有很多人就是说 提出我的观点 又是怎么样的 我耐心的听取大家的批评 我要错了 我会改正 这里面有一点 我觉得咱们应该能够达成共识 就哪一点 不管习近平下 还是下不下 还是李克强上不上 这咱们都不关心 有一点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总方针 总路线 总政策应该马上停 你不能再这样折腾老百姓了 现在中国老百姓 都被折腾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这点应该咱们能达成共识 你习近平上还是下 咱们不关心 你这政策你得停 对不对 你不能再这么欺负老百姓了 是不是 不管你怎么去加速 你怎么加速 这个加速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对不对 大家希望习近平加速 不就是希望他能 最终加速结果 导致体制结束吗 导致体制结束 中国走向自由民主 最终不是要给老百姓 带来好的这种生活吗 对不对 这是大家希望的 而不是说 让老百姓去痛苦 让老百姓去承担 加速的这种痛苦 这是我的一个一点点观点 总之 刚才看到了这个视频 反正我也是很小心的 我仔细考证 它到底是真是假 基本上我能感觉 它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出来了 而且就是在直接挑战 习近平的权威 那么往下会怎么走 咱们再一点点看 行 这一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